天台各地好幾個地方在下雪 雪地開車不是你我想像那麼簡單 因為今天我們正式直接出動 兩位專業試車手 林一同 葉明德 直接雪地特訓 連開車無數的他們都說好挫折喔 那我們怎麼辦 遇到雪更不能輕忽囉 我們同時要連線給車友們 帶我們前進雪景祕境 雪景是真的很美啦 但上山您真的要小心喔 因為現場還真的實況 看到好多的打滑驚險狀況 有人一路開車 雪鏈掉了 自己還沒發現 到底是哪裡沒安裝好呢 還有快速套雪鏈方法 真的能夠保障車主嗎 今天我們直接不囉嗦現場來教學 還有雪地裡遇到狀況 不要自己假的 因為車神陳和煌就親眼看到他朋友 結冰的前檔淋熱水 這個車窗當場爆破 更多冬季開車的重要大在問 都要今天晚上夢想街 57號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盈婷 這一兩天 太多人在臉書上打卡去追雪 我們不想雪的人其實也要注意 我們的一般輪胎 在7度以下的溫度 可能橡膠就會塞起來 遇到下雨你車子可能會打滑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提醒大家 冬季開車要注意什麼 如果你因為工作 或你真的要去追雪 賞雪的話 開車這個技巧也非常重要 裝雪鏈一定保你平安嗎 那未必 開車的這個寒豆乳 未塞慶菜 今天我們好好來剖析囉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幾位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是在雪地曾經挑戰過 零下45度的陳和華先生 還有曾經前進的這個長春 就在上個月零下10度的羅昆平 還有在芬蘭剛回來接受雪地特訓的 裡頭20度以下的低溫 還有我們今天幫我們好好地分析了 Eddie Young 以及剛從雪地洞回來 這個是錄影界的孔流 歡迎各位 其實我們今天現場的有三位來賓 他們是剛剛才從台灣的雪地回到平地 第一位那個人就是上週五 就殺到了新竹街石廂的羅昆平先生 羅哥你這次穿得好熱 這次去好像沒有那麼的冷 還沒有下雪對不對 還沒有 你們的湯好像有點煮好 隔天上面都起了一點 半夜的時候應該是 大概甚至兩度 三度而已 是兩度 三度 對 但是我們昨天回來的時候 那個山上司馬庫舟那邊 已經開始下雪 而且路已經封了 路已經封了是不是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說一件事情 一定要注意 不是說裝了雪鏈就一定保你沒事 羅哥帶我們出來好好看一下 這兩台車都很貴 一台是馬沙拉蒂 真的 雪鏈裝了 他只裝在後面 結果就這樣 馬沙拉蒂 對啊 我想看到這個新聞 很多這個車友都會覺得 馬沙拉蒂剛交車沒多久 然後就這樣子可以到了 這個幸好這個都是小事情 對 雖然那個貴貴的 有人說在這邊當最貴的路標 天啊 對 但是你會注意到 他只有後輪裝雪鏈 前輪沒有裝 沒有裝 前輪沒有裝雪鏈 後輪表示後輪抓力比較好 對 前輪失去那個指向力根本就沒了 所以當然會非常的不好控 所以即使你是四輪驅動車 麻煩一下 雪鏈不只是裝驅動輪 你如果前輪沒有裝雪鏈 你根本沒有指向能力 對 所以在雪地的話 那個你沒有指向能力 抓地力相對小的輪胎 他反而更嚴重 對 容易打滑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的在台灣銷售的胎 都是四季胎 對 四季就是東南 這個東 這個 春夏秋冬都能用 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用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冬天很少結冰 對不對 所以一般輪胎大概七度 設施七度以下 它的這個橡膠就會開始 極速的硬化 那不就最近寒流 就是七度上下 我的車在平度 它也可能 平地也有可能 它也極速的硬化 對 那輪胎硬化之後 它跟那個地面 它就比較不會變形 所以它就會失去抓地力 而且那個常常是 一瞬間失去抓地力 譬如說你的地面 有時候有雪 有雪還比較好 你可以那個胎蚊去咬住雪 但是如果是譬如說 你看起來是出太陽 但是在樹蔭底下 其實它路面搞不好是結冰 結冰的話 冰是硬的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咬下去 你就沒有抓地力 就很容易 一瞬間打滑 對 像我上個月去長春 你不要說是統哥 他們去奧迪那一攤 去芬蘭 我們在長春零下10度的時候 的雪訓 雪地駕駛訓練 仍然一不小心前輪就 啪嚓就出去了 所以我是第一個受挫折的 真的嗎 我們等一下看影片 他們這幾個達人 月車無數的 都會很挫折 我們大家不要以為自己裝了雪墊 就以為自己武功高強 就直接去 然後這個是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另外一台 這個是四個輪子都裝了雪墊 對對對 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新聞都有看過 但是你會發現 它這個雪墊脫落了 這個雪墊感覺好細 對啊 雪墊好細 像繩子一樣 我想這個因為在淵風一上 它要求大家一定要上 就上雪墊才能上去 所以很多可能這路邊就兜售你 這個我幫你裝 多少錢 就賣給你了 或是怎麼樣 或是租的 或是各種各樣 所以它反正你覺得裝好就上去了 我們大家就急著上山 然後覺得說 我裝好就上 就衝了 雪在飄了 還不趕快上 是啊 然後塞車塞著大家心情也 沉塑不住 也是按耐不住對不對 所以裝了就上去 結果就很容易這樣子 然後就是雪墊可能會脫落 然後你就造成後面大塞車 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的車子 太豪華 輪胎尺寸都太大 很可能你根本雪墊裝不上去 對 我們今天現場就準備了雪墊 等下何黃大哥要教我們 怎麼樣正確來安裝 所以這些問題都是細節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雖然上山追雪是很開心的事情 可是你的基本的裝備沒有弄好 你上去是造成自己的困擾 對 可能不會有到生命危險 不過也造成非常多的大小意外 對 羅哥你可以先把你的雪衣塗掉 因為很多人上星期說 這麼冷的寒流 羅昆平跑去露營 他就是有這樣的裝備 他不怕冷 但是還是要千千萬萬的拜託 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也跟這個何環商 賞雪團的這個車友們 陸友們也有聯絡 他們說其實當地的狀況 還真的蠻多 所以真的是要有正確的 把車子保護好 把人保護好的觀念 你再去山上去賞雪 那等一下我們進一步來分析 當然如果也有雪鏈來講的話 Eddie哥 這個雪鏈真的是選項很多 有的是一種好大好粗的 然後有的是密密麻麻的 有的要自己裝 有的是一套 咚就上去了 差很多 因為下雪的環境 我們有分為這個在平地 然後再來有爬坡跟上下坡 那所以我們基本上看來說 有一些這個好像比較簡易式的 它是便於在平地 平地它也許潔冰的狀況 比較沒有潔冰狀況 也許它有這個除冰 所以它的抓地力 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也許比較便宜 再來就是這個我們講 鐵鏈其實是比較基本 因為台灣的如果商學都是上山 上山的時候 這個鐵鏈第一個 傳統鐵鏈比較堅固 就是有點像這樣子的 等一下我們就要再安裝 它的左右兩側跟中間的 這是不一樣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它美角 這是傳統的鐵鏈 但是這個鐵鏈 你看它的這個 它這個面 它是為了這個 跟地面能夠破冰 才會有抓地力 不然你那個地面結冰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抓地力 輪胎的橡膠也失效了 但是概念是說 不是說你裝雪鏈就萬無一失 我們先講 裝有裝的固定方法 像你看 等下核光過會示範 它其實在外側 都還會拉一個這個 這個像是鬆緊帶這種東西 有點小彈性的 然後把它這個鐵鏈固定住 它要綁著石 綁著扎實 它才能夠這個 鏈子跟胎不會脫落 因為你輪胎在轉 這個輪胎可能會滑動 所以它用這個方式 把它互相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緊密度就夠 這個是裝雪鏈的一個概念 第二個是說你在上 出發之前 你買了雪鏈 或是你租了雪鏈 你要先試裝 你大概知道裝起來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 你看它這個都有加這個防護 有的人可能只是勾一勾 有的簡便的 它左邊還有一層兩層 對 有的簡便 只是去勾這個旅圈的溝孔 這樣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看了方式 看了說明 還有這個可能有 胎寬的這個設定 就這個雪鏈是適合 馬上這種胎寬的 要仔細看說明書 那一般這些都是這個 所謂有經驗的國家的生產的 這些算是工具 所以詳細閱讀說明 跟這個也許上網看影片 或者是跟 或者等一下看夢想節 因為我們等一下示範 對 然後還有那種牛筋臉 好像是跟它牛筋一樣 套住的那一種 這種你看它其實是 也是這個所謂的 這材質比較薄 所以我猜我們看這個大概是平地使用 那平地的時候 你大概需要一點速度 也許在平地的時候 你上去 上山 影片這個就是類似的有人在用 和歡山上面的賞雪團的車友們 跟我們分享 他們剛剛今天上午在上面 在那裡安裝 那那個牛筋臉好像又有點不一樣 它好像變橡膠材質的 那等一下我們請和歡山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是用在不一樣的地方 方向也不一樣 不過賞雪團的朋友們有跟我們講 在和歡山有些地方有坡度的 所以你在挑雪鏈也是很重要的 那像以前還有這種橡膠鏈 對 這個也是便利 你看它的固定就是也是在周圍 它要有這個紅色的 它就是把這個雪鏈的側邊 它要把它固定起來 才不會這個面會晃動 所以它必須要把有拉緊的這個效果 所以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都是安裝的時候 你看像這個就是勾在輪圈有沒有 它會勾在輪圈 但是這樣子的固定稍微比較冒險一點 它就勾在輪圈 它會往輪圈裡面勾 但是這樣子我們覺得比較冒險 比較轉動的時候會甩出去 有可能會有甩出去的 所以才現在很多不一樣的雪鏈出來 它有的是V型 然後有的是什麼I型 然後有的是中間 又多扣一下 但我覺得不管你怎麼變 重點就是車子要抓著附地 不要跑出去 和歡哥 我們今天這個示範 真的好好的跟著雪 比較不會再出軟子了 因為像我們今天準備這個雪鏈 是真的雷斗才剛用的 剛戴下來的 它就長得好像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樣 對 其實這就是剛剛才Eddie 介紹的第一款 其實我在這邊再補充一下 其實除了第一款跟第二款 這種鐵鏈之外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比較適合 鬆散的雪可以用 平地用的 因為它塑井的力量不夠 是它最大的問題 那你要安裝雪鏈以前 我想各位要注意兩個重點 第一是你的輪胎 您的這個輪胎 假設你這個是外側 內側可能會有仰角 避震器 你必須看這個縫隙 它的空間還有多少 有沒有一個指幅 兩個指幅 要這樣子兩個指幅 也就是說假設這是你的避震器 你的仰角 你一定要有兩個指幅 為什麼 因為 有時候當你把氣壓放低的時候 這個輪胎有時候會變形 而且我們的雪鏈 像我們剛才提到那台X6 為什麼它會脫落 它其實是外側 是它的外側的這一條脫落的 那我們一般最保險的雪地用胎 尤其在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只有雪 其實底下都是冰 所以最好用的 最耐用的 還是這種鐵鏈型的 但是鐵鏈型的缺點就是 你內部的空間一定要夠 那當你把這個雪鏈拿到的時候 你當你把它攤開 你要檢查 它的扣環像這個沒得調整的 這就是內側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型的 對 而且這個齒木 這個U型控要朝內 如果你今天把它倒著用的話 它很容易從這裡磨掉 難怪這個剛剛那個 和歡山賞雪團的朋友們 就好多人車子往前開 雪鏈已經不見 這姐還不知道 所以假設這是你的輪胎 我們今天要安裝的時候 其實這有幾種懶人法 我們講懶人法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之後 由上往下蓋進去 也就是說這個位置是你的避震器 你這樣把它放進去 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其實很少人會教你這麼做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 看這裡 對 我們就先拿一條 一條所謂的這個鬆緊帶 先把它綁住 也就是說外側的先把它綁住 綁好以後車再往前開 車子稍微往前開 開一點點之後 然後如果是前輪的話 把你的方向盤往外打 往外打之後 你內側就會形成 就是你的鏈條 你就會有空間 你人就不用爬到裡面去 你就可以直接 內側就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 車再往前開 對 就我講的 先開到我們要的位置去 其實大概就開個 四分之一的輪圈就可以了 對 不用到太多 往前一點點 然後我再示範外側 外側的話 現在到外側了 外側的話 你就是把它拉緊 拉緊之後 這個你就把它扣進去 直接扣進去 對 各位 這個尺寸 你一定要先在家裡試好 才出門 千萬不要到當地 想說等下雪才要裝 對 別鬧了 然後把它往內一拉 對 把它拉緊 對不起 因為剛才 內側的做得不太平均 所以你再把它往內扣 還要不要扣緊 這樣就扣起來了 對 但是扣好以後 不代表你可以再繼續 做下一個動作 你必須讓車子往前 往後開一下 讓它自然達到它該到的位置 完全包覆住的意思 對 因為你車子只要有移動 它就會往內走 就是它會鬆散 完了之後 再拿這個牛筋 就是我們講的橡膠袋 有人比較偷懶的 他就直接拉一個三角形 我們今天就用懶人方法 懶人方法 拉 然後再拉 這是外側 然後我的那個三角形 是隨我開心要落在哪裡 讓它的力距平均 好 這樣子拉 如果你有多的 這個動作其實很重要 為什麼剛剛我們看到 那些車它會失敗 對 它就是在於 它這個沒有真的拉到很緊 全部 然後再扣上去 這個鐵鏈才會真的 跟你的輪胎包在一起 而且不太會移動了 對 它才不會移動 完全不會移動了 而且我剛才提到 這個面最好是有那種V型的 它還可以真的像冰爪一樣 對 你想想看 你要去咬路上的那個冰 對不對 路上那個血 對 那如果夠的話 其實這個繩子 最好是有兩條 交叉 也就是說現在假設是 1點鐘 3點鐘 6點鐘 9點鐘 12點 另外一個就是2 4 6 8 10 這樣子的方位去拉 拉得越緊 保障越高 而且切記不要開太快 當然對不對 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大家有很多疑惑 你以為裝上血鏈就可以上去 你裝錯了 那是妖怪 而且裝好之後 你還要重複檢查 把方向盤往外打 看內側這個地方 會不會打到羊角 打到避震器 因為萬一血鏈斷了的話 它如果斷外側 外側斷了 它在裡面亂掃 會把你的煞車油管 ABS的Sensor通通掃掉 很可怕 甚至我們還遇過 後面 後輪 因為後輪我們一直把裡面 有加油管 油管 也把它掃掉 這個我們都遇過 對 其實在下雪的場域裡面 遇到的問題千奇百怪大災危 那何黃哥也看很多 等一下我們再來分享 尤其是這個賣假的 真正是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的問題 像剛剛我們看到兩台名車 它是四輪傳動 但是它比較常常會靠後輪驅動 所以它裝在後輪 純裝後輪 這樣是對的嗎 何黃哥 因為我想說你是四輪傳動 然後常常會變裝在後輪的話 是 我想如果能夠裝四輪是最好的 因為前輪驅動車 勢必只能裝前輪 但是後輪傳動車 大部分人都會只裝後輪 但是當你上坡的時候 其實前輪傳動車 它的重心就跑到後面去了 前面的下力又變小 而且你如果滿載的話 前輪的下力更小 所以最好的話是裝四個輪子 如果你是四傳的車子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車子 其實平常時候它在跑的時候 不論是什麼智能型的四輪傳動 還是有沒有鎖 其實大部分的車很多 它都以後輪的驅動力為主 但是你就少了方向性 尤其剛才那台馬薩拉蒂 其實它最大的問題是側滑 它想爬 爬不上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剛交車以後 沒有搞清楚這個狀況 所以雪鏈沒狀況 又滑掉 因為租雪鏈是算一組 前輪 後輪這樣子算 因為它少花了前面兩條一組的錢 結果你看 那個前面撞這樣 你是不是要花更多錢 不要以為到雪地 只是車子輪胎 像花溜冰鞋一樣那樣子很滑 你覺得很簡單 其實你喊頭路上面 一點點它就動很大 所以到雪地裡面開車 這件事不是你我想像中 像你甘丹呢 我們今天有兩位達人 他們直接到雪地裡面 回來都告訴我 快掉眼淚了 他感到很挫折 第一位受害者 燕明的先生 我們來看看他遇到什麼挫折 今天所在的位置就是 芬蘭的 Catilla 就是它在位於北極圈的一個小鎮 那這個小鎮呢 它其實是很多車廠在舉辦 這個雪地試車活動的一個場地 那這次的雪地其實 其實你在實際開車的時候 你才覺得蠻難的 尤其我在試駕過以後 我覺得心裡的這個挫折感還蠻大的 因為過去我覺得自己已經算是很會開車 甚至在滑胎的操控上 但是在雪地開車完全不是那麼一件事 譬如說在路彎的時候 你光是收油的點 它就會影響你的慣性 因為你在收油的時候 它的循跡性改變 它的車體慣性也改變 所以說那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哇原來一光收油 輕微的收油這一種 它的動態穩定系統的這個變化 就動態的變化 會影響到你開車的這個穩定性 然後尤其在彎道上煞車的點 然後包括反達的點 這個在雪地這種低摩擦系數的情況下 你都必須要重新去做學習 那當然以教練的教的方法是 方向盤的修正幅度一定要小 因為你越大的話 它其實越容易推 那而且它希望我昨天在練習的時候呢 其實利用松油來改變它的這個轉向指向性 因為你一松油的時候 前軸的下力變小 然後它後軸會外板 然後這時候再來修正 但是在路彎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有耐心 因為它的慣性用線性式的方式去改變去調整 所以它不會讓你覺得好像有那種立即的變化 當然這樣講的話感覺還是很籠統 但事實上你在反修的時候 就是要慢慢的藉由雙手還有雙腳的這種感觸力 還有包括身體去做細微的修正 不過整體來說 你只要把之前過去的認知 就是肥完全飛翻 那你在這個雪地上的操駕技巧 其實會更細膩 因為你會發現原來連這種油門 包括煞車的點跟轉向的點 它都可以改變 那你用更細膩的方式去招駕車輛 去感受它的這個細微的動態變化 我覺得在之後 這種極限狀態的操駕技術也會跟著提升 那我覺得這也是雪遜它最大的收穫之一 我想在做大家認識葉明德那麼多年了 你有看過他這麼的挫折吧 好像沒有 可是李一同你也很挫折 因為那一次的雪遜好像有發一張卡 你只要車子撞到雪堆裡 或是再也出不來了 你就要叫脫掉是不是 你就會打一個洞 沒錯 請問你收集了幾個洞 我全場第二 第二是第二多還是 第二多 對 不值得驕傲 而且我第二天是持平 就是兩個人都冠軍 就第三天被追過去 我沒辦法 是喔 你打了六個洞是不是 對 我打 其實它是一天一天分的 所以第一天打了四個洞 第二天打了兩個洞 第三天就沒有洞 對 其實就是要習慣 然後也其實也不要 因為你滑出去而感覺氣餒 因為你要體驗這個在極限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灣怎麼遇 如果是在荷歡山被拖出來 那是很難看的 對不對 因為那要付好幾千 對 糟糕 要哭了 對 可是呢其實 其實是你要實際上去感覺 然後其實一切動作都要很慢 包括一些你想像的動作 現在這個是李怡童正在開喔 我也希望 這是教練在開 這是教練帶你 先帶你開一次是不是 對 應該不是這樣說 應該說教練 教練其實都隨時在stand by 那我們一開始下去都很勇猛 你知道嗎 我們就想要看到那種電影裡面 雪地這樣 左甩右甩 可是你看其實教練的開法 是非常平順的 對 你看那個動作 然後看他的煞車 對 看那個煞車燈 你就知道他什麼時候要用 煞車燈是拿來幹嘛的 拿來轉彎的 煞車燈 對 煞車燈不是拿來 煞下來的 對 因為第一個 教練講的 這個輪胎只能轉彎 跟只能加速 對 所以你要他又煞車 又轉彎 他是馬上超過負荷 因為沒有抓地力 所以實際上前輪只能打一點點 然後要的就是 羅哥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 轉彎要踩煞車 對 對 要等後輪走 對 因為他是最率先先挫折的 沒錯 你是一個多月前在 我結束之後換他們去分輪 我是在東北 都是在雪地 對 教練就一直教我們說 你要等後輪 什麼叫等後輪 等後輪先甩 等後輪先甩 那你要如何讓後輪滑 就是跟我們一般正確的駕駛經驗 剛好相反 就是你要在彎路中踩煞車 讓重心往前面 讓前面有抓地力 後輪失去抓地力 而且是在一個轉彎的過程 於是他就會偏滑 所以你要耐心的等後輪滑滑滑滑 之後然後反打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觀念跟我們平常想的是 完全不一樣 再怎麼會開車都錯亂了 我跟你講 我們一般人的觀念是這樣的 我們一般人的觀念是雪地嘛 所以我們都知道很滑 所以我們就煞車 煞車煞車 倒彎了我們就轉 對 其實這樣子就完蛋了 就完蛋 就轉不動 就是你煞車 然後轉方向盤 就直直衝出去 是 就是不可以 就是要方向盤轉了之後呢 只能轉一點點 甚至於你轉了就要回 就是你要留前面有抓地力 可是他還是慢慢 他還是會往前衝 他還是會滑 所以你要再採 摸在煞車上 摸一點點 摸在煞車上 讓車頭壓下來 壓下來之後 這個前輪才有抓地力去轉 原來 轉的同時呢 你要尾巴翹起來之後 他會滑 就是後輪就會帶過來 然後你就其實你就開始 就讓教練講的 Patient 一直提醒 用耐心 他說不要踩油門 就是你在開 他在旁邊提醒你 不要踩 那一般人會這樣子 你滑了 就打更多 那就死了 你就是 因為會緊張 你就覺得說 雪為什麼就是一直靠過來 我又要拿出來打釘了 我要打孔了 打了六個孔 所以其實 當你在滑的時候 你就要回 回正 然後煞車要放掉 可是不是全放 就是要放一點點 然後那個車 才會開始轉彎這樣子 我們是 我們這次讓大家看 他們在雪地特訓 其實也有個用意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雪地 你真的是必須要對你的技術 有充分的信心 而且你真的 不管再怎麼有信心 就要開慢 李怡同和葉明德 他們平常都會比快 但是他們這回在比慢 誰開得慢 誰就會成功 那坦白講 他們這次去一下飛機一下車 那個拍攝機器都動壞了 對 手機拿出來馬上當機 手機也當機 然後那個單眼拿出來 拍五張電池剩一半 真的 就動壞了 所以我們人也要做好保暖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你是 統哥這次是零下20度 那羅哥之前是零下10度 這都還好 陳和黃先生挑戰過 零下45度 那個積雪已經厚到 你不知道下面是什麼了說真的 所以我們趕快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說 這個雪 我們到底怎麼樣開 比較不會出亂子 對 我想首先 要出門前 你必須要先確定你的油量 因為在雪地 你很有可能 你可能衝出去路面以後 就卡住了 而且你就出不來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只能靠 這個所謂的暖氣 車子本身的暖氣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經驗 我2004年的時候 我跟某大輪胎場去走 青藏公路 我們上了這個 在10月底 我們過了這個唐古拉山 就在唐古拉山的一個愛口 過了沒有多久之後 結果那個路上結了冰 然後我們車就滑出去 滑出去之後 也沒有人可以救我們 所以我們就只好在車 而且天色又暗了 因為我們過了那個哨所之後 下一個哨所知道我們沒有到 那我們就在路上 就在那個三個人就擠在車上取暖 然後而且我們就趕快 把這個暖氣開下去 當然早就把暖氣打開了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前面的水箱 再拿報紙 去把前面的水箱烏起來 因為我們只有放怠速 所以我們要讓它的外界的空氣 不會去冷卻我們的這個水箱 對 所以我們就讓我們的這個內部 達到我們要的這個暖度 因為那個是一米半的積雪 這麼深的積雪 所以油料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們的車不是像Ocean 有那個助暖嗎 有助車暖氣 只有它那麼幸福這樣 對 所以這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說 你開車的時候 在雪地開車 那不論在雪地 在這個冰地上 其實我要跟各位強調一點 像剛剛我們看到統哥 羅哥 葉明德 他們這種很華麗的開法 其實那是雪 那是真正的雪 也就是說它只有薄薄的 不是真的很深 它是鬆散的 所以它可以用那種速度去開 但是在台灣 很抱歉 對不起 如果各位到河灣山去 因為我在1993年94年 我那時候是開脫掉車的 就是你的車子 丟在那裡 對 我就專門去那裡 李一統會去 不是 車的話就會上去服務你 幫你脫下來 對 我那時候就是在開脫掉車 我看太多的這種情形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 第一 台灣的尤其像河灣山 它是坡度很陡 再加上它其實 因為海平面上來的濕度很厚 對 所以路上其實都是結冰 結冰以後其實還有坡度 路面不是只有前後滑 不是只有上坡下坡 還有側坡 這個都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的速度一定要慢 尤其像你要上坡的時候 檔位很重要 你絕對 尤其在雪地起步 你絕對不要在冰上 你絕對不要是用一檔去起步 你起步以後它馬上打滑 一直挖 然後你必須用二檔 像SK 你直接把它放在二檔 很多車其實二檔就是雪地模式 對 你就這樣慢慢的開 然後一定要保持你的輪胎 是在滾動的狀態 也就是說 不論你是加速煞車 尤其煞車絕對不能踩 你只能夠放慢油門 靠引擎煞車 尤其手排車換檔位 靠檔位去變換 而且這個方向盤的動作一定要小 一定要小 而且車子一定要開暖氣去吹你的前檔 而且要把外循環打開 當然很多車其實你開了這個暖氣以後 它外循環就會打開 要讓外面的空氣進來 否則你裡面的人 會產生缺氧的一個情形 對 而且我剛剛提到了 動作一定要慢 尤其是下坡 對 那跟前車一定要保持距離 也就是說不論是下坡上坡 你一定要等前車過了 你確定它已經上完坡了 你還好走 否則它限駐了 你也會不上不下 尤其車子當你往後滑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方向性的 因為很多人就會開始害怕 踩煞車 那你的前輪就變成是後輪了 你就是變成一直在拖行而已 所以這是很可怕的 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雪地打滑 或者是我們路面上平地上面 因為這天氣太冷 輪胎可能有影響 在濕地打滑桶 跟我們快速提醒大家 遇到打滑你怎麼應變 不然你真的會撸處理 對 其實真的 這個在雪地上跟冰地上 跟平常路上或濕地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還是希望你的前輪 會有一點抓地力 才打放盤才有用 那如果你在冰上說真的就很慘 如果你沒有雪鏈 因為雪鏈實際上它是 吃到冰裡面 就像剛剛何王大哥講的 在前面這裡 對 真的要破冰 要去把它咬住那個冰 破冰 不然任何輪胎 在冰上是沒有用的 像我們以前在飛達的時候 設計那個雪胎 他們甚至於撒木屑 撒木屑 在輪胎裡面 為了要那個輪胎 吃到雪裡面的時候 那個毛會露出來 然後可以黏在冰上 來抓地力 你就想像連一根毛都想要 來增加抓地力 多拿一點就拿一點點 可見多拿 所以你就知道那多難 這個要有多少抓地力 所以煞車又要轉方向盤 真的不行 那還有就是真的就是 這是要慢 這是要慢 對 慢再慢 然後上坡呢 就真的像何王講的 你只要油門一大 就這個驅動輪一定空轉 然後上坡你就一定往 就往倒車 你一定是往後滑 對 往後滑的時候真的 說真的 我也沒有遇過 沒有 這個何王哥應該遇過 這個應該很麻煩 你不是把很多車 都拖到雪地去試過 其實我們現在的車 有很多的電子設備 我還要再補充一下 也就是說 其實ABS 還有TC ESC 如果你能夠關掉 最好把它關掉 那才是你真的你在開 因為像TC 它要感應一個輪胎打滑的話 其實它是不給油 也就是說你油門明明踩到底 但車不走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靠你自己 所以想半天 其實這個陸地濕滑或雪地 是真的太危險的事情了 這個雷董先生 你剛從太平山回來 你真的膽子很肥 我記得你開車技術也沒特好 你開的是福斯露營車T2去 對 好漂亮喔 對 這是你當下拍下來的狀況嗎 對 當下 那有點像冰線了嗎 有點 對 就霧松加冰線這樣子 那當然 因為太冷了 所以手不太好控制 所以單也沒用到 就用手機直接拍 就這麼漂亮喔 感覺是很美 但還是真的提醒大家小心 看得出那陸地是還滿滑的 對 因為有下雨 有下雨 有下雨 所以就是可能有些冰線什麼的對不對 對 其實坦白講這次陸友們 還有包括很多的 喜歡去追學的朋友們 也傳了很多照片給我們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來破解 可是Eddie哥 最好的方式就是車子停在一邊 大家在聚的時候 車子不要奇奇怪怪的地方 全部給你結冰 那是很麻煩的 所以有些預防的措施 可以做對不對 其實雪地其實跟一般 你出遠門都滿 出遠門所要準備的車況 是滿接近的 第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遇到這個玻璃結冰 對 玻璃結冰常見 玻璃結冰常見 然後再來就是雨刷結冰 它可能動不起來 或者是它動的時候 像裡面的結構 因為大力的馬達旋轉 它會整個雨刷的馬達的齒輪 會崩尺 對 老一點的車可能會發生 雨刷就沒有用了 再來就是像這個 所謂車門鎖會動住 鎖頭的這個地方 這個大家不要以為 是很極端氣候才會發生 因為玻璃跟那個 好多朋友照片 它真的是那個鎖頭 就上面都是冰 接在那裡 等一下告訴大家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狀況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你門把也可能卡住 打不開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 其實都是如果說 機械有這個基本潤滑 它可以抵禦一陣子 但你這個過夜的話 就稍微有點風險 那車輛其實設計的 也不是說 都不能在冰天雪地中行駛 只是說你要多注意一下狀況 那這對於結冰 或者是這個 所謂的卡住 凍住的部分 因為有在露營的 它可以簡單的生活 血就可以生活 它可以溫水的方式 溫水慢慢的把它弄掉 不能用熱水 熱水這個 因為溫差太大 馬上就破 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就會壞掉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第二個就是說 像這個雨刷 如果有這個雨刷精 有的雨刷精 有防凍的這個配方 所以雨刷精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 第一個它會讓這個 雨刷條的橡膠保護 第二個它可以防止結凍 所以這個是在雨刷精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還有這個所謂的冷卻水 引擎冷卻水 一般的這個保護起電的車 大概都會回原廠 所以它這個 這個水象精會添加 水象精有防凍防鏽的功能 但是如果老車 很多人說上山看雪 都用個老的吉普車 它可能就是 可以開老吉普上去 對 它會 我們看是舊車 舊員都是德里卡 對 德里卡是 很厲害 對 那其他的老車可能說 我在平地 我這個沒有水 我再加個水就好 所以可能裡面的那個 怎麼講 水象精的成分比較少 所以在高山上就比較容易解凍 對 這是要注意的 你說我們去換個水 我們照比例 配方添加這個 所謂的水象精 這是這幾個部分 對 我看有些人會拿毛巾 蓋在上面那個 這是我們一個說法 就是說 因為我看國外常常下雪 那你常常 每次發動車以後 你要在那個前檔除雪 那是 你可以用一些材質的部分 就是說可能用一些這個車照 你把這個擋風玻璃先照起來 那如果積雪 你把它揭開就好 對 這樣子就不用刮 因為你這樣子刮這個雪 如果說它有結冰的時候 你的玻璃會受傷 雨上會受傷 對 所以我們建議說用一些這個 可以保護 打前檔玻璃的一些東西 來讓這個繼續 但是台灣大概就遇到 如果去傷雪大概就結冰了 大概 所以我們才說 要開暖氣 由車內的暖氣來 讓前檔的這個冰融化 或者是變成水珠 然後你再開洞 所以 對 對 坦白說這其實真的是 加油油加滿很重要 對 還有如果你真的覺得會 地上會結冰的話 我們以前的Petball 在美國紐約的時候 就是拿老的地毯 地毯 對地毯 你可以鋪 可以鋪在窗子上 也可以鋪在輪胎後面 提供一些抓地力 如果你真的卡在冰上 因為你過了一個晚上 其實那個 你輪胎周邊的地 可能被冰包起來 冰包起來 對 那只要一點點冰 你就是空轉 然後開不出來 那所以我們以前都會帶地毯 就是家裡的老地毯 或是台灣現在也方便 那種方形地毯 然後你反過來 就是把那個 有毛的地方往下 或往上 你試試看 然後再倒出來 至少你有機會會動 對 然後開出來不要就煞車 就趕快開遠一點 開到確定沒有冰的地方 再停下來 然後再回來撿地毯 或者那個地毯 就隨便它了 就趕快走了 就是想要脫困而已 不要為了拿那塊地毯 結果又掉到另外一個地方 真的有可能 因為太低 我很快就會截起來 沒錯 各位達人們講的 觀眾朋友你一定要聽 那如果怎麼預防 你還沒有做好預防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更要學起來 來來來來 你車子結冰 我來幫你 熱水給你搶起 憔憬啊 何皇哥 發生什麼事了 這是你親眼看到的 對 就是發生在我身上 我剛才講的 就是在唐古拉山上面 我的那個車上的朋友 我剛才講 我們在車上待了一整夜 隔天 就是那個解放軍 要來救我們的時候 他過來的時候 他就拿一壺熱水 要給我們喝 要給你們喝 要給你們喝 要給我們喝 結果我們那個老兄 他真的就 因為我們整個前黨 都是結成冰了 根本看不到外頭 因為他把我們拖出來以後 正準備要上路的時候 我們那個老兄 他竟然也是某輪胎公司的主管 他竟然就把我們的前檔 就把它淋下去 瞬間全爆 爆開來 前檔就直接爆掉了 那種爆 我想給各位一個經驗 就是說我以前也做過玻璃 其實我們強化玻璃 你從室外 比如說外面40度 38度 你突然之間拿到室內來 他很有可能冷縮熱障 他馬上就爆了 所以要對付這個結冰的這個前檔 只能用暖氣去吹它 讓它慢慢的化 或是另外一種 這個所謂的那種結冰 出冰劑 出冰劑 對 這個在歐洲跟日本 很多人用的 所以你那個朋友的這個鑰匙孔 被冰給結凍 你是怎麼弄的 因為台灣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有很多車 其實只有駕駛座 有這個鑰匙孔 很多車像escap就是這個樣子 萬一你停的方向又是面風 面風的那一塊的話 可能你隔天來的時候 那個鑰匙孔結冰 那你可能會想 我就明明有遙控器 為什麼不用 其實我們的車 尤其你停在外頭的時候 我們的電瓶的電壓會下降 我相信剛剛這個統哥都有講到 去到雪地的時候 拿起來相機拍一兩張 就沒電了 壞掉了 而且有很多的電瓶 是放在引擎室的 其實你可以看 為什麼有很多的BM道路 冰室 他會把這個電瓶 放在這個駕駛室的後座裡面 後座或後行李箱裡面 油烤涼的 它最主要是 除了這個重量的配置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是防凍 因為我們的電瓶 如果氣溫越低的話 它是達不到工作溫度的 引擎其實如果沒有加冷凍劑 引擎也會爆 對 引擎也會裂 破開 那它因為有防水塞 它那個水塞 因為會裂 會就破開 會掉出來 所以我們要做準備功夫 還真的滿多的 其實我 切身之痛是不是 沒有… 分享… 沒有痛 因為我們是開老車上去 其實我們沒有所謂的助暖 也沒有所謂的暖氣 你們是老T2 老T3 對 也不見得每個老車都會 帶瓦斯去煮溫水 對 所以我提供一個小禁說 如果遇到萬一結冰的時候 你就皮夾拿出來 皮夾 你要幹嘛 你就要拿出你的信用卡 你要刷卡幹嘛 慢慢刮 慢慢刮 真的 不是在山上刷信用卡 是用信用卡幫你刷車子 慢慢刮 對… 但你要同一方向刮 不然會上車子對不對 對 你同一方向刮 不是 你一台錄影車那麼大台 你要刮到什麼時候 至少在前面要用幾個地方 因為我們有溫水 我們可能搭配比較快 但是一般的老車可能 他沒有這些裝備 沒有帶爐等等之類的 是 可以用信用卡 慢慢把它剝掉 如果你沒有化學的處理方式 或是剛好沒有這些 科學的方式 你就是用 用最原始的方式 對 那也可以背在身上 反正你怎麼樣皮包裡面 走是不是會這樣卡對不對 對 我們另外補充 我們修老車常常 因為暖氣非常少用 一年大概用一個禮拜 所以很多人暖氣壞掉 他就廢了 把暖氣廢掉 這個時候 你想要開上山 你只能開冷氣 才能出霧 所以外面也冷 裡面也冷 所以有一點虐待自己 所以就是說 可以有別的方法 就是你出發前 確定你的暖氣 冷暖氣都正常 然後這樣子其實是比較好的 應該說在行駛上是安全度高 我們提醒的 所謂的車輛的功能正常 都是為了去比較極地的環境中 他可以平安的站你上去 平安的站你下來 所以很多細節的注重 跟你的提醒 跟自己提醒自己 都是必要的 對 我們也不是說鼓勵大家趕快去追雪 如果你真的工作需求 或是偶爾家人一起聚在一起 你真的想去欣賞一下 我們就做了萬全準備比較重要 當然有密信可以分享一下 羅哥 我們來看看台灣有好幾個地方 你要去看雪 其實真的好漂亮 對 我們剛剛講了一大堆 就是還是無法抵擋大家想要追雪的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地方 譬如說雪霸國教公園是當然 對 拉拉山 這個滿近的 南湖大山 這個不得了的地方 何歡山 就是我們剛剛這群朋友團回來 這個是每一次 大家都會往那邊衝的地方 賞雪團 玉山的話 這個就是要有登山的本領 宜蘭的泰陵山 梅董剛回來 對 他只看到冰水 還有我們台北最近的大屯山 真的也下雪 昨天真的也下雪 我們今天臉書也有很多朋友在po 一直在打卡 對 因為這邊楊明山上去就到了 很多人就會去 那這是我昨天去的地方 堅實鄉 堅實的部落 上面是司馬庫茨 不過我昨天只有在山腰而已 對 所以還沒有下雪 但是你有觀想到湯變成了雪的樣子 全部結冰而已 對 也沒有看到那個遠處的山頭 有點可惜 不過這個未來這幾天 大家都還有機會 只是千萬請大家要把這個 我們講的裝備 對 我們來看看今天大家帶來的裝備 感覺好像不是那麼難 但其實真的要備齊 像是暖暖包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基本 而且你會覺得他根本沒用 所以何華大哥 你剛剛這個是要去銀行 對 領錢 這不是搶劫用的 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把你的臉頰保護好 很多人你看一個冬天過去 或是你看帳明 為什麼他們臉頰都紅紅了 他們不用像銀婷不用化妝 他們臉頰都紅了 對 不瞞大家說這次血訓 就好幾個同業 就帶著腮紅回台灣了 對 其實都是凍傷 而且腮紅是很危險的 對 因為那實際上是你的血 對 血管 在你的微血管結冰 對 所以你實際上是血管破裂 內出血的意思 是內出血的意思 所以那個是跟淤血是一樣的 所以這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這是真的要用的 而且外面你還要最好再包一件 這個所謂的GOTEX的那種外套 而且連身褲也很重要 連身褲 而且鞋子大家都忽略到鞋 最好就是半桶 甚至是到膝蓋都有 來 羅哥帶出來 今天羅哥超熱的 在現場露營露他的外套 這個雪靴 雪靴 我好後悔我沒帶我雪靴來 雪靴其實有的可以包到這 你這個是已經包到腳踝 而且這個是在知名的露營賣場 並不貴 很便宜 這個大概都一張 四個小朋友大概就買得到 而且你注意到它的這個 跟輪胎不一樣 它這個底 它是用比較軟的橡膠 我們剛剛講 這個 設施這七度以下 這個橡膠會硬化 所以它用的這個橡膠 也是比一般的鞋還要軟的橡膠 所以你這樣子踩在硬的地面上 你會覺得它是可以 抓地 可以抓進去的 所以它在雪地上 是有比較足夠的抓地力 那當然也有一些是含釘的 含釘子的 對 釘鞋 那可以畫在冰上 會比較不會滑動 但是那種釘鞋 有的人還做成這種可以收起來 折 收起來 平常是不用釘 就把它釘住起來 對 但是那個很容易卡住 其實也不實用 你常常會吊 孔哥也有一酸 這種也是一般 這是抓雪地的 雪地 這是雪地專用 而且是Coleman的 這名牌 我們這個是露營的名牌 好有錢 沒有… 這實際上在日本原價沒有打折 而且我買沒有打折 5900塊日幣 所以其實都不貴 所以其實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很貴 對 其實沒有想像那麼貴 可是我跟妳講 沒有穿它 我跟妳講走路 爬坡 你就跌倒 真的喔 就是這麼的鼓勵 就這麼的鼓勵 你甚至於有沒有 那個在冰上 你要扶的車子 對… 從車頭走到車尾就要 都是困難 就要滑掉 其實我剛才講的 鞋底下還在加那個爪子 冰爪子 那是真有必要 尤其下去荷歡山 那個地方其實都是冰 你就可以每天去看 很多人就讓你摔 對 就一直走… 大家都忽略到 有一種便稀式的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 從鞋子前面後面套進去的 對… 那個就是你隨時 你要用的時候 把它套上去 不要用就拔起來 那個其實你在 其實去日本滑雪 你就買得到 對 這個如果說 零上溫度 或是零度上下的話 這個還勉勉強強可以 因為這個也是很便宜 但是我裝髒 它可以滑手機 對 它指頭上面 可以滑手機的地方 然後你真的太冷 還可以把這個再招上去 對 所以這個大概零度上下 還勉勉強強 真的很冷的地方 還是要靠下去 童哥的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我這比較暖 可是五個手指都可以滑手機 對… 這是… 這是手機控就對了 然後這個帽子就是… 我覺得是仿東北啦 對 東北真的大帽子 對 因為其實… 耳朵要保護 其實… 然後它可以縮緊喔 因為其實 說真的在… 尤其年紀大 童哥你好適合這個造型喔 真的是 你需要… 你需要保護你的頭啦 因為你穿衣服穿得很… 對 然後我以前就這樣 穿衣服穿得很帥啊 然後只是從… 計程車走到飯店 中間這一小段 十公尺吹到風 對 尤其我們從… 從暖的地方出來 對… 甚至於會流汗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你出來一吹風 頭一吹風馬上感冒 對 一定 對…真的 所以頭也是很重要 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就覺得 童哥你為什麼帶這麼多 其實我們不怕天冷 我們怕瞬間的溫度 噸擦太大 那個身體會受不了 尤其頭是散熱最快的地方 對 所以千萬不要讓它突然間 所以最起碼要有一個這個 對… 每個都有 那你如果說冷一點 就把耳朵遮起來 沒錯… 難怪你們趕在這種天氣去錄影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看看 達人們還有其他給錫 甚至準備一些小東西 如果車子有狀況 可以臨時的救你 還有 最近這幾天是怎麼回事 地震這麼多 這時候你去想雪 遇到地震 又要怎麼注意呢 等一下繼續討論 好 如果真的要到雪地的話 你除了自己的保護 還有車子的保護之外 有些東西也可以救自己 對不對 像什麼 對啊 因為我很喜歡燈類 所以這種 有警示作用 它會閃LED的警示燈 它會閃燈 對 它會閃紅燈 所以你在 如果有事故你在後面的話 比較容易看得見 所以就是說 因為天氣冷所以電瓶會不作用 所以這種簡易型的 它好像行動電源 對 簡易型的行動電源 簡易型的救命線嗎 對 平常是可以手機充 緊急的算況之下 就可以給這個汽車用 它真的是行動電源 雷董 你這個浮誇了 我要帶回家 這是什麼 瓦斯暖爐 瓦斯暖 你看後面 它是瓦斯爐 兩關可以十個小時 可以到十個小時 因為我們有T6的住 你就自己住 對 自己住 對 手動的自己住 而且整個 不會有危險吧 不會 我們有百葉窗都會打開 最重要不要一氧化碳中毒 一定要打開通通通通 不要一氧化碳中毒 不然裡面是瓦斯爐 對 而且裡面會變得非常乾燥 裡面會變得很乾燥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追都是到比較高的山上 對 所以擔心 小朋友可能會有 不舒服 對 不舒服 高山症 空氣清新 嗨了 氧氣 氧氣 就突然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算是對於健康上的防護 然後這個圍巾是基本的 對 剛剛講到頭 耳朵 其實脖子也非常重要 對 脖子也很重要 這個叫 這樣把它圍起來對不對 對 好 剛剛鞋子很重要 對 襪子也很重要 毛襪 襪子也很重要 毛襪 最好裡面有鋪絨的更好對不對 對 女生都會穿這個 那這幾天有地震 如果天遙地動 那個狀況我們要怎麼小心 我覺得第一重要是 你不要跟前方的車子跟得太近 萬一真的在掉石頭 你才有機會往後退後前衝 真的有落石 對 而且通常小石頭下來以後 很有可能會跟著大石頭 所以你有看到石頭在掉的時候 你千萬要小心 對 有些時候你要靠山臂 要靠得這麼久 因為石頭掉下頭